伟大领袖毛主席说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红海洋彩蓝 彗花 夏花万岛 周四方 红海洋彩蓝 彗花 夏花万岛 周四方 伟大领袖 八花枪 夏花万岛 彗花万岛 彗花万岛 绊坏蓝 彗花万岛 彗花万岛 天国奔仇 赤裸岗 人生接受 担心奥运 天之道真道之心上 天之天降 后来天降 那天降 八花万岛 忽兴 扛rank 榻岛 塑裸岛 那天降 周四方 夏花万岛 笛太担心奥 剑家庭 深色�ода 阳しました 光岛 人世奥运 여 在这世奥运 虎 永istic religious 后好 operations 一起降 vue P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三年多来 上海近90万知识青年 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 在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 满怀革命豪情壮志 扎根农村边疆 他们在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关怀下 以金逊华烈士为光辉榜样 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刻苦改造世界观 在阶级斗争 生产斗争 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努力锻炼 不断实践 涌建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一只朝气蓬勃 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新生力量 正在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补育下 茁壮成长 战斗在祖国东北边疆的吉林省浑春县春化公社分水岭集体户 他们走出学校小天地来到农村大课堂和平下中农相结合 敢想敢干 奋战两年 在这从来没有种过水稻的地方 第一次为国家生产出七万多斤大米 青年们豪迈的说 站在分水岭 胸怀全世界 认真看书 勤学习 天大困难 脚下财 分水岭集体户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不管是焦阳似火的盛下 还是风险严寒的龙东 他们每天晚上坚持读马列的书 读毛主席著作 副长 副义校和全户青年刻苦学习 不断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 小小油灯 小小油灯闪闪亮 毛泽东思想应欣赏 悉心接受再教育 继续革命 有方向 他们写了三十七万多字的集体户日记 每篇都记载着他们写写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 和虚心接受贫下周农再教育的体会 1970年5月2日 中午收工回来 大家正准备吃饭 只见北山上有好几处浓烟滚滚 一场大山火正在蔓延 大山火正在蔓延 火光就是命令 火场就是战场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 他要压倒一切敌人 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 毛主席的伟大教导 在我们耳边回响 贫下中农 解放军战士奋不顾身 与烈火搏斗的行动 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为了抢救国家财产 我们刀山赶上 火海赶闯 经过两小时的战斗 一场面积 达一百多亩的大山火 终于被扑灭了 熊熊的烈火 把我们锻炼的更加坚强 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 分水领集体户的青年们 遵循毛主席关于 还要努力作战的伟大教导 不断反交破满 斗司批修 他们朝气蓬勃 一往直前 为革命 披金赞集 斜大带 青红 至杠间 196年 1969年 上海知识青年 杨真红和他的战友们 来到了江西省 修水县 和市公社插队落户 革命摇篮 一新人 新的一代 在成长 是再教育的对象 又是三大革命运动中 一部分最积极 最有生气的力量 杨真红带着贫下中农的主妇 在积极斗争 尖锐复杂的水碧园 副业生产队 热情宣传毛主席关于 千万不要忘记积极斗争的伟大教导 他踏避了水碧园的山山水水 访问了生产队的家家户户 在积极斗争的风口浪尖上 他时刻不忘向贫下中农学习 仅仅依靠贫下中农 深夜 惨热气腾腾 经过革命风浪考验的杨真红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山河如画道故乡 雄鹰展翅迎风浪 阶级斗争寄心上 胸怀宏图铺心张 远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十名革命小将 插队落户 在内蒙古风阵县西摇生产队 身在闹市长大 心在山区炼红 护长金铜康和全户青年 经常回顾南京路上好八连 临别时赠送的三件宝 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 继承发扬了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贫下中农称赞他们 不愧是革命的好后代 为了培养艰苦苦素的生活作风 十名革命小将爬山涉水 步行三十多里路去割柴 鞋被扎穿了 手被划破了 他们却坚定的说 这是学习革命前辈 艰苦创业的好机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 农业学大寨的光辉指示 使这个小山村沸腾起来了 金铜康和全户青年 与贫下中农一起举办舔头学习班 全国劳动模范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 接待了来自内蒙古的革命小将 大寨啊大寨 让我们尽情的看一看 过去的七沟八粮一面坡 如今是五谷丰登的米粮川 过去村草长的狼窝掌 如今是玉米蕾蕾 骨碎沉变变 珍贵的礼物 殷切的期望 给我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快把大寨的经验向社员们传达 快把大寨人的期望向社员们转告 我们一定要让大寨精神生根开花结果 大寨人能办到的 我们也一定能办到 立下鱼公移山至 是将山河重安排 在公社党委领导下 一个筑坝蓝河 移山造田的群众运动掀起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谁说务农没有出息 我们是改天换地的新渔工 谁说下乡上山 为了镀金 农村是我们终身奋斗的战场 我们这一代将牵手改变 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我们这一代将在彻底埋葬地球反的斗争中 贡献力量 繁忙的季节来到了 扑拉机和牲口一时忙不过来 贫下中农和革命小将奋起学大寨 拉里抢春耕 农业学大寨 大寨红花 遍地开 大寨红花 河东思想的灿烂阳光 普照着云南的山山寨寨 在耿马县 卢浩坝生产队插队落户的阳兵 三年如一日 和贫下中农学习在一起 劳动在一起 虚心接受再教育 与贫下中农 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他经常利用劳动之余 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看病扎针 就地取材 发展合作医疗 老皮农生产队长 热情地帮助洋冰 识别中草药 孩子的病是急性肠胃炎 必须马上送公社卫生院治疗 雨夜露滑 更能培养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生产队一位贫农社员 小时候发了一次高烧 失去了听节 成了农养 在那痴人的旧社会 劳动人民哪里有钱看病 解放后 劳动人民翻了身 龙雅被看成是不治之症 龙雅人要读毛主席的书 龙雅人要听毛主席的声音 强烈的阶级感情 激励着洋冰一定要为皮农社员治好病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 心心听取解放军医生治疗龙雅的经验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 宁愿在自己身上势扎千针 绝不在贫下中农身上错扎一针 明知征途有艰险 越是艰险越向前 一颗红心涌向膀 甘江青春 献人民 显海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千年铁树开了花 农亚人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奥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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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兵带着阶级的委托 贫下中农的主妇 到医学院去学习 亲爱的老师 亲爱的战友 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将永远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 锻炼成长 安徽省立新县中唐公社 河北生产队的18个上海知识青年 在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的光辉指引下 自己动手 试制5406 烫生军肥 在贫下中农的支持下 他们阴漏就简 无法上马 没有接种针 就找费钢丝自己做 没有试管架 就用高粮接自己编 需要棉门帘 他们就把自己准备做棉袄的棉花拿出来 缝在棉毯里 贫下中农称赞他们说 这真是革命青年 志气大 自己动手 样样有 他们在简陋的土房里 用自己创造出来的土设备 开始了试制5406 抗生军肥的战斗 前进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经过多次的试验 都没有成功 是继续前进 还是半途而废 失败考验着每一个青年 老知书庞大爷 把他们带到了当年的老鸭滩 十年沧桑 画金锡 当年齐护贫下中农 在毛主席鱼躬移山改造中国的伟大号召下 硬是凭着两个肩膀一双手 把这片荒草虹生 臭蛙死水的湖滩地 改造成风产田 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英雄事迹 使他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实践 认识 再实践 再认识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 使青年们鲜明掩亮 贫下中农的阴切期望 热情鼓励 使青年们得到了巨大的力量 一颗红心 两只手 并把军肥造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使5406军种得到适当的温度 他们把试管放在内衣口袋里保温 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日日夜夜的奋战 5406军种胜利诞生了 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 他们把军种堆制成5406军肥 进行了小规模的试验 增产效果很好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 河北生产队办起了小型军肥厂 他们在制造5406军肥的基础上 又成功地制造了农药107、农药4115和920 根深夜貌 在农村 开花结果 为人民 为了保证秋耕秋种的需要 他们和贫下中农一起 奋战了70多天 生产了70多万斤5406军肥 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 他们豪迈地说 胸怀朝阳 战斗在农村 永远接受再教育 并叫祖国山河 换新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王宛如 是长顺县打窝霸生产队插队落户知识青年 他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 认真看书学习 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 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不断提高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 继续革命的觉悟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集体生产劳动 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 经常的密切的联系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 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 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 防止修正主义和教草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 给王宛如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地位变了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没有变 地位变了 和贫下中农的感情没有变 为了防止资产阶级的关系 哪怕担子重 为了打掉知识分子的娇气 哪怕猪奋臭 永不脱离劳动 永不脱离群众 这是对刘少奇一类 骗子散步的读书做官人 最有力的期盼 密切联系群众 甘当群众的小学生 遇事同群众商量 不懂的问题 虚心向群众请教 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专瓦窑里又美又热 王满如以贫下中农为榜样 把艰苦的劳动 看成是锤炼革命意志的荣儒 看成是改造世界观的好课堂 一生交给党安排 把毕生的经历 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上海市黄山茶林厂第八连队 是在海拔八百米的高山上 这里重演结章 群风连绵 有着丰富的林业和水利资源 在毛主席被善被荒 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指引下 黄山茶林厂领导 决定在这高山峡谷之中 建造一座十五千瓦的水利发电站 明知创业难 偏做创业人 八连的一百六十多名知识青年说 困难下不到英雄汉 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们就是脱几层皮 掉几斤肉 也要把水电站造出来 驻场军宣队领导同志 来到八连 用革命先辈前仆后继 艰苦奋斗的光辉事迹 激励他们发扬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 努力奋斗 当年游击队员们曾在这里冲锋县阵 如今年轻的一代 在这里锤炼红金 建造水电站 需要一百四十吨的黄砂 他们就把山沟里的河砂 用双手一把一把的捧到布袋里 扛上山去 沉重的沙带压在身上 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钢铁的意志 火红的心 战斗在高山军岭的青年们坚定的说 为革命之苦 再苦也心甜 黄山轻松硬担心 查理厂位抢救国家财产 英勇现身的十一位小英雄 给了他们巨大的力量 前进 沿着英雄走过的道路前进 前进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前进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上前进 朝洛洞同便宜 太有多埋 山话随wijい作品路线编book 前进 康洞已知火红的心 我们战斗在高山军礼 往前一却 Galileo 我们战斗在高山军礼 讓我一步一輕鬆 刻意容忽連心人 萬國天命 愛國威 天空往西革命路線 我們恨恨前進 當天離職 火風的心 我們戰鬥 再抱下軍力 當熱海 迎春色 窮懷著無洲風雲 為了世界 崇拷理想 協助我們的精神 萬國天命 愛國威 天空往西革命路線 我們萬國天命 又一場緊張的戰鬥開始了 要把一千多斤重的水輪發電機扛上山去 水輪機不變 重的有五百多斤 青年們說 泰山壓頂不彎腰 革命重彈肩上飄 經過多少個風雨昼夜 建造水電站 所需要的二百多噸的建筑材料和器材 彤彤為青年們 用雙肩扛上了八百米的高山上 他們以自己的行動 雄辨地證明了 我們革命的年輕一代 一定能夠肩負更加艱巨的歷史重彈 經過一年混戰 水電站終於建成了 紅少年 諦為白家 重複変 黃少年 iddar 放眼世界 任重道远 为建设新山区 继续描绘 一幅幅 更新更美的画图 在九大路线的指引下 来自加木斯 杭州 上海等城市的 一百多名知识青年 组成了西林区女子驾桥队 团结战斗在黑龙江省 大兴安岭 茫茫临海 千里冰封 围围从山 万里雪飘 人称这个最低温度 达零下五十度左右的地方 是高寒禁区 为了进一步开发 大兴安岭丰富的林业资源 支援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 必须在这些宽广的河面上 架起一座座 大跨度的运台公路大桥 女桥公 金湖至尖干革命 为人民战天斗地 驾彩虹 事实大会上 他们斩钉截铁地说 踩着尖湖走 迎着困难上 不建成大桥 事不罢休 抗炎寒化冰雪 高寒禁区耐沃河 批领着石 心更怯 女青年们 以吉令飞雪化春水 迎来春色 换人间的英雄气概 开山踩石 投入了剑桥备料的战斗 开山踩石 五月 大兴安岭的桃花水 沿着山谷流进大河 水位猛涨 淹没了冬季 已经开始施工的桥墩 在老工人的帮助下 他们群策群立 决心建筑为宴 排除积水 清除泥沙 灌击桥墩 天冷 动摇不了我们的战斗意志 水凉更能激励我们的革命豪情 一场与冰冷刺骨 流速湍急的河水奋斗的硬仗 打响了 沙也no 唷 环织 颯游 颈 革命的歌声送走了千道晚霞 连续作战迎来了满天星斗 知识青年们发扬勇敢战斗 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奋战五天五夜 完成了乔墩的关节 保证了剑桥工程的顺利进行 期待复杂 同来男女都一样 男同志能办的事情 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 这些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黄某丫头 硬是架起了钢筋混凝土大桥 女子架桥队的知识青年们 在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老公人的热情帮助下 悉心接受再教育 认真改造世界观 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通过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 有七人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十五人加入了共青团 两年来 女朝工们在高山密林里建造了一座二百米长和一座一百十米长的钢筋混凝土大桥 运牌公路大桥 车车木材运往祖国各地 坐坐大桥紧连世界革命 他们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贡献出自己的青春 这些都 deixar不出解 但千änder满硬攻凝土大桥紧连世界大桥紧连世界一座一新的中心 在這地 高知好強 萬萬好 請回往往 見不分 高知多大 人人接受 在教育 接著標準到心上 見著變成好為天家 冒出喜歌迷路鞋 只愿生命奔向 放眼乌生自怀 我以为战狗为军队长的街道 冒出喜歌迷路鞋 只愿生命奔向 冒出喜歌迷路鞋 只愿生命奔向 冒出喜歌迷路鞋 只愿生命奔向